国民党党主席选举29号开放各阵营缴200万保证金 等同宣告选战正式开打 詹启贤阵营抢下了投降 并且宣示带领国民党争取2018 紧接着吴敦义 好龙斌红秀柱阵营也派代表来缴款 而韩国瑜和潘维刚则是择日缴款 原本好龙斌打算在29号中常会上提请假案 没有想到红秀柱前一晚挂病号让中常会空转 也让党代表申起办法迟迟未定案 主钞机上一叠叠白花花钞票 党工们不敢马虎仔细点清楚 国民党29号开放缴缴参选党魁的200万保证金 拉开党魁大战序幕 詹启贤阵营率先抢下投降 先努力2018把2018拿回来 再去接下下一步把2020的执政权拿回来 不让他人专美于前各阵营加紧脚 不敢来缴款 吴敦一派中常委姚江玲 好龙斌派办公室发言人游淑慧 洪秀柱则是总干事吴玉仁 这一派未刚接韩国瑜择日缴交 各代表虽笑着说提200万来换张光碟 真不便宜 不过这张光碟非同小可 毕竟离4月15号缴交党员连述期限 只剩下18天 掌握新党员流向 党员名册光碟成了兵家必争之物 这个是党员的名册 3月18日 各阵营为寻求支持人头党员问题 浮上台面 既先前大批人头党员入党 查查又没结果 还有党员一月台湾入党 3月就收到参选人文宣 新党员名册都还没有发 怎么掌握引发局 我是当事人 那我知道我有许多朋友 也发生同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担心的是 为什么我们的个资 会被除了党中央以外 会被拥有 希望能够以更高的道德标准 来审视新加入的这些党员 王内护打各有立场 就怕职务与选举相斥 红冰打散29号中常会上提请假案 不过因为红秋柱前天晚上 临时挂病号停开 仅能致电请假 而另外方面 本周中常会原本要续论 党代表选举办法 红秋柱一句停开办法迟迟未定外 也让党内弥漫 猜疑气氛 欢迎去的苏云坤林玉仁江显东 蔡继麟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